這台CRF300L是租來的 容不幸的也成為幾次租車以來 第一次需要賠償車損的車 損壞的也不僅僅只是這根拉桿而已 再去過雪建 探訪過曾經作為台灣發展命脈的五屆 這趟深入台灣之心的旅程即將進入尾聲 前往現在掌握著台灣名聲樞紐的單大領道 移開埔里之前先去吃在地的特色早餐鹹油條 來過埔里那麼多次 還是前一天有觀眾看到現實動態 揮見之後才知道有鹹油條的存在 於是來到這間輕飽鹹油條 店門口含有廣大的空地 對開車騎車來的人來說 可是非常的方便 上面這邊跟下面這邊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不是不一樣 蔥油餅歸蔥油餅油條歸油條 我只說它味道很像蔥油餅 我沒有說它是蔥油餅啊 好好好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鹹油條 來吃我的長棍棍吧 居先生吃起來大棒棒 他吃蔥油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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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吃蔥 我們在問什麼啊 看這個餅皮看起來很像那種就是 宜蘭式的蔥油餅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它是沒有 沒有蔥油餅的 沒有蔥油餅的炸彈蔥油餅的感覺 炸彈蔥油餅造型的炸彈蔥油餅 也可以這樣講 從浦里往南沿著台21線 這段路又被稱作中潭公路 來自於兩段連結的台中跟日月潭 也就是說整條中潭公路 其實是由台3線、台14線、台21線 這三條整道組合起來的 雙向四車道的布局 到了日月潭分岔成兩條兩車道的環潭道路 左邊的這條台21甲線 一轉進來就開始緩慢的爬坡 日月潭的東側地勢比較崎嶇 公路顯得蜿蜒又起伏 不過樹木茂密到像是在隧道裡面 所以視野反而沒有西側來的那麼好 真的要欣賞日月潭景色的話 東側的台21甲線大概只能定點 不太有辦法邊齊側邊看 到了伊達紹之後 在左轉頭63線香道離開日月潭的布盤 是從日月潭前往單大領道的捷徑 是異鄉潭南村 可以過了崑水嶺的名字 潭南村的名字很直覺的 就是因為處在日月潭的南側 根據史料 潭南部落過去是少族原住民的市居地 後來日本人將他們遷移到日月潭周邊 而這塊地則被指讓給鄧升山 單大領道附近的布農族原住民 作為新的居住地 穿過一座從上空劃過的紅色橋樑下方 就會到達頭63線的終點 接下來右轉接上台16線 踏上剛才的紅色橋樑達馬蘭橋 達馬蘭是前方第一部落的布農族民 至於為什麼漢民取作地利 應該是跟天時地利人和有關 而在右邊濁水溪的對岸 也確實有著仁和村的存在 進入地利部落不久 馬上就看到台16線029變道的起點牌 往右轉之後 陸服迅速收窄 距離單大領道的起點又進了一步 在1970年代 隨著北橫、中橫、南橫的通車 人定勝天的口號似乎成為了事實 政府決定加碼推出5條新的橫貫公路 連結南投民間跟花蓮萬榮的台16線 就是其中的一條 只不過在發現既有的高山公路 在養護上有不小的挑戰 再加上社會族見認同寶玉山林的概念 地圖上的曲線不斷的被抹去 最後留下的就是腳下這條未能文化的橫貫公路 除了幾個農莊民宿跟露營區 地利部落以東就沒有其他的聚落 對於道路的養護 甚至降級到便道的等級 路上的碎石數量也明顯高過一般的山區神道 我要停在我們的台16線終點牌前面 丹大連外道路導覽圖 我要直接把地圖畫到七彩虎去 我以前來的時候還沒有這一面牌子 所以現在這個就是丹大吊橋 蛤?對這個就是舊橋 這邊是舊橋 這邊我以前來的時候還有一個流龍 台16線現在只於佐水溪跟丹大溪匯流的河流坪 2004年的敏都立颱風 將跨越佐水溪的孫海橋衝回之後 雖然架設過吊橋跟流龍 但是還是陸續毀壞 現在只能趁乾季水位比較低的時候 才能直接涉水跨越河床 或者是用鋼梁作為便巧渡河 看有沒有人有辦法開吊車過來 然後就直接把他搭過去 在那邊 我在那邊 屁啦 幹那麼 這一根幾段中的 你最好是有辦法搬啊 他是盾耶 他的單位是盾耶 昨天是騎進去然後再騎 出來的時候倒了 昨天我覺得昨天水比較淺 對啊 出來的時候我就覺得騎進去會變那麼大 我是扣人卡在那邊 我已經叫了沒有人了 然後我只能自己移來移去就倒了 就是你 可以啦 都是水系的 沒關係 對啊 都水系 上去了嗎 沒有啊 今天水太深了 今天太深 我不敢過 我不會 我不會 同樣是佐水溪 但是相較前一天的五屆一線天 河流坪這邊的水勢明顯更加湍急 原本想要直線穿越的大哥 還是被水流帶往比較下游的方向上岸 去過一線天之後 其實有在考慮要不要順便湧闖單大 不過看到這水池還是決定放棄 而從對岸回來的車子 似乎也證實了要撂氣通過的挑戰難度 腳踩不到地面 再加上這台CRF300L 也不是自己的車 最後還是決定放棄大膽的想法 去台湖回來了 蛤 去台湖回來了 對啊 去台湖回來了 站喔 對 站喔 他怎麼都沒事啊 蛤 不知道耶 黃水庫喔 蛤 黃水庫喔 對啊 剛才那個今天太陽太大了 曬乾了曬乾了 光明明到這裡就乾了 對啊 可以看到現在CP層現在正在悠閒的花這手機 因為 他也不敢過河 如果CRF給你你敢過嗎 如果 如果 我不用負擔任何責任的話我會去 如果我不用負擔任何責任我也會酷 講這什麼幹話 台16線我以前有看過他另外一端在花蓮的終點牌 那邊叫什麼萬榮 你怎麼從哪裡上去 就台九線旁邊 以前可以上去啊 沒有 他就是在台九線旁邊的台16線終點牌 可以從花蓮上來嗎 花蓮也上不來啊 就是花蓮上來就是萬榮林道 這邊過去是 這個叫什麼 單大林道 中間有中範就對了 其實炎哥來講你中間好像要灌好像還是灌的過去 台16跟台14有點像就是你硬要灌應該都還是有機會灌的過去 但是就看你膽多大 我們昨天呢在左邊的上游五屆還有一線天然後今天來到了下游河流坪 同一條左水溪 比較下游的這個位置呢看起來水變得比較湍急 河床變得比較寬 山上是不是有下小雨才會變深啊 不知道啊 或者是昨天五屆八可能偷放水 也有可能 五屆八偷尿尿 我們為什麼這麼早下來就是因為等一下中午過後 對中午後過後有可能下來 那我們就怕會傷心門 所以就趕快就變了 越過左水溪之後的單大林道 曾經是台16縣前往花蓮的計劃路廠 本來長期禁止車輛進入 直到2022年 林務局突然宣布單大林道早已解編 沒有任何法源依據 可以管制車輛 才湧現了這波單大熱潮 但是也傳出不少負面新聞 使得政府又想要從其他手段再次封閉 阿伯 我跟你說啊 你進去喔 你要是發生事情 所有的車友以後都不要玩 你要考慮這種事情 大哥的擔心也點出悲哀的事實 台灣雖然秩序是自由的國家 但是政府卻還是家父長式的管理 有風險的活動就是以禁止來做處理 雖然有綿長的海岸線 有廣闊的山林 卻是海野境、山野境 更難有機會認識我們的環境 就在旅途結束沒多久 又傳出林務局想要直接用混凝土 徹底封閉單大林道的消息 這次沒能鼓起勇氣跨越桌碎溪 或許代表著未來不再有機會 能夠騎著單大林道 只打中央山脈丁一棚的七彩虎 登山界常說 山永遠都在 當氣候或自身狀況不理想時 就不要強行入山 永遠會有下一次的機會 但是面對家父長式的政府 這次的懦弱 是不是就隱憾終身了 而單大林道直到現在 都還是有著相當重要的價值 過去因為地勢的關係 東西部的電網難以串聯 使得過剩的電力 無法供應到另一頭使用 降低電網的效率跟穩定性 在1951年 沿著台14線的預定路線 興建了東西聯絡線 到了1998年 又沿著台16線的預定路線 興建新一代的東西聯絡線 未能開闢成公路的單大林道 反倒成為台電 養護高壓電線的重要道路 先負責 扶持台灣民生樞紐的重責大任 這條東西聯絡線的西側端點 正是日月潭周邊 一連串的水利發電廠 從河流坪沿著台16線 來到山下的水利 右側山坡上的綠色水管內 有著從日月潭出來 準備帶動渦輪 提供電力的壺水 再往前順著131線道 抵達車城 水壩後方 又是另外一個電廠 我覺得它有點像電池的概念 你說發電嗎 對對對 就是它白天就是把水從上面往下送下來 然後到晚上的時候 就是再把水抽上去回到日月潭 車城是極極線鐵路的終點 這條鐵路早年是為了日月潭水利發電工程而興建 到了1960年代 林業巨波孫海 來到這裡設立城防 進行林木加工 而原料來源 正是單大林道沿線 現在的台16線終點 跨越濁水溪的橋樑 因此命名為孫海橋 只不過在進伐山林的政策實施之後 車城再次回歸平靜 弱大的戰場 也不再有平凡往來的貨物列車 從五屆引流到日月潭的濁水溪河水 在車城完成了他的任務 從單大林道出來的林木 也在車城鋪上新的旅途 這趟朱西亞F300L 深入台灣之心的旅程 到了這邊才算圓滿 順著131線道 右手邊再次出現綠色水管 又是另外一座水利發電廠 接著轉上147線道 繼續往北 踏上台14線 本來可能會走西濱公路回到台北 不過居先生騎的SMAX不能上快速道路 回程沿著幾天前前往埔里一樣的路線 先是133線道 再來是台21線 台8線 然後是很少在大白天的時候 往北方向騎乘的台3線 一路上幾乎都有艷陽 伴隨著我們遠離台灣之心 等到陸葉進入台北盆地 熟悉的濕氣再次席捲 租車的最後還是免不了雨戰 經過了三天的相處 終於要把CRF300L送回家了 騎得還習慣嗎 還OK 如果有倒車所以 有倒車 拉桿歪掉 你人有多少嗎 人沒有人沒有 人沒受傷就好 好沒事我等下幫你看一下 等一下我有幾個東西要跟你說一下 因為要換新的話 主要就是那個拉桿 然後跟這個腳踏 這兩隻的相對位置會有一點點差異 然後以及這隻的話 它其實有一點點 往裡面 就在我這個平面上看起來 我前輪是完全沒有溫度 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就很尷尬了 因為它的 它的傷損的範圍很小 所以快速的確認一下 簡單來說是拉桿 後照鏡 後照鏡 然後這個腳踏 然後因為排氣管 然後車架 然後跟這個側面 都確定是舊傷 那當然是確認把手的部分 OK 我這邊拍個照做個氣 聽到有那麼多項目都受損的當下 真的是蠻震驚的 只是原地倒車而已 前兩天也都想 大概只有拉桿有問題 最後賠了2700 高出原本 設想的金額不少 不過換個角度想 就當作是 多租了一天車吧 作廢章 蓋上本票 心裡的疙瘩 跟著放下 如果不是CDR300R的故障 大概也不會這樣子 跟CRF300L撒野三天 第一次來體驗越野車 你現在是等著要等什麼東西嗎 人像攝影練習 喔 敢 笑死 有個別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